当我第一点看到你爸爸这样走出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 就认定他就是我未来的老公哦 你是一个外貌协会 对我是个外貌协会 因为我要为我将来的儿女着想 我觉得三十几岁那个时候最辛苦 其实不是照顾小孩 是照顾自己 所以真的我觉得这段时候 整个过程都是挺立 做我最好的后盾 欢迎收听挺立 掏心话 欢迎来到Catray Talk Talk Show 我是你永远贴心的好姐妹Melody 我是你永远的好姐妹刘妈妈 你也是姐妹啊 你哪里来的自信 这一集我们要聊的就是年龄 女人的心智年龄跟实际年龄本来就是会有落差的 所以我要先问刘妈妈 你现在内心的心智年龄几岁 我现在的心智年龄是在四十岁 你实际年龄是什么 快七十岁 你自己给你自己减三十年 你觉得这样子可以吗 很合理很合理 因为我每天保持心情愉快 自然而然心智就年轻了 那我呢 心智年龄可能跟我的实际年龄很接近 就是四十五岁 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的四十五岁 跟你那个年代的四十五岁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四十五岁 或者现在的四十多的女人 其实都还是可以保有一个 就是比较年轻跟少女的一颗心 这样子 其实我们两个的二十岁也很一样 我们先回想刘妈妈的二十岁 你先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你二十岁 我的形容词是心花怒放 太可恶了 为什么要听这些事情 因为那时候刚过二十岁就到了美国 那年第一次我看到雪景下雪 然后第一次呢我又拥有自己的车子 然后呢又是第一次开始赚钱养自己 可是最让妈妈心花怒放的就是 让我认识了我未来的老公就是你爸 Oh my god 又在有一个很巧合的机会里 当我第一点看到你爸爸这样走出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的感觉就认定他就是我未来的老公 到今天呢七十岁的老阿嬷 我想起来我都会心花怒放 现在都已经四十几年了呀 但是我必须要讲 因为你们不知道我爸长多帅 我爸就是一个真正的帅哥 So 你是一个外貌协会 对 我是个外貌协会 因为我要为我将来的儿女着想 让我的儿子女儿都是各个美丽各个帅 你的形容词二十岁是什么 我的形容词二十岁我应该是精力旺盛 因为那时候大学时期就是每天在外面clubbing 然后玩完了又去唱歌 唱完歌又去吃宵夜 我早上起来我想说 My God 我怎么这么漂亮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那个就是我的二十岁 那三十岁的形容词是什么 三十岁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凡事一把照 有小孩然后我还是要漂亮 我还是想要工作 我觉得三十几岁那个时候最辛苦 其实不是照顾小孩 是照顾自己 因为就是什么都想要追求很完美很好这样子 所以真的我觉得这段时候整个过程都是挺立 做我最好的后盾 要把自己照顾好才可以好好的陪伴小孩 没错 你的肌肉骨骼然后各方面你的身体的支撑要有力量 你才能够勇往直前 那你呢三十岁 三十岁呢我看一下看是开花结果 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非常的圆满就是开花结果 我发现你每一个形容词都跟恋爱有关 那当然啦 人就是要这样子想一想才会自嗨啊 OK OK 自嗨 OK 你对自己的四十岁的形容词是什么 春暖花开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从美国东岸搬到了加州 再加上你在一九九九年参加洛杉矶华富小姐的选举 可能那时候就训练讲话 对啦 然后做很多一共 对 她在妈妈认为这种经验是一般在书本上得不到 学不到的人生经验之一 从那次华富小姐的契机啊 你这个独立性啊 居然徒增了还包括你日后的生涯规划 我们家带来很深的影响 我现在真的是四十岁 所以你现在问我的话 我觉得四十岁对我而言就是海阔天空 因为到了四十岁这个阶段的时候 因为孩子渐渐的长大了 他们也不是像以前那么需要你那么黏着你 所以当然你就会开始想说 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好好照顾自己 保养自己 如果你没有运动的习惯 可能你会觉得说你的体力下降啊 然后可能你要练肌肉的时候练不起来啊等等 所以除了运动除了饮食除了生活的调整之外 我觉得当然要好好地保养自己 我们这样才能够海阔天空 然后这个非常开心的勇往直前 那五十岁你的形容词是什么 五十岁我就是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那个时候你空巢期了 对啊因为孩子都长大了不住在家里嘛 所以妈妈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开始进健身房运动健身 目的就是希望我越老越有动力 才能跟你们儿孙们一起出去旅游啊 你真的算是一个保健的优等身 对啊妈妈年纪过了五十岁之后 身体合成维生素低的能力会降低 然后身体里面美的水量会减少 在我们这个年纪过了五十岁之后 一定要挑选适合自己的年纪的保健品哦 你也一样哦 你从年轻到老你觉得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的身体变化最大 所以年纪增加呢 还有很多要去探索旅游啊 就会很注重自己的行动力 因为妈妈从生完你生完老大之后 医生就有建议妈妈要补充钙片 那婷利呢在美国也很知名 它又是销售第一的钙片品牌 那妈妈是觉得如果说要吃保养品的话 还是要选择大厂牌比较放心 所以妈妈一直都有在吃鼎立钙片 从年轻吃到现在 真的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以前你讲这个我都觉得哦 什么意思 但是我现在可以体会 因为可能因为 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越长 你遇到的事情就会越多 所以我跟你不同 其实我觉得我心智的改变 我现在到了一个就是我觉得 人生的高低起伏就是会很多 但是没有关系 没有什么好或是不好 就是说其实要顺应很多变化 其实女人在非常忙碌的生活 有的时候我们要补充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很重要的维生素 Vitamin C 钙 酶 有的时候晒太阳是不够的 然后食物有的时候摄取也是不够多 所以身体呢会随着不一样的一些生活状态 还有不同的年龄层会有一些变化 如果你跟我一样已经30加了 你可以选择挺力 钙 强力钉 然后如果你跟刘芳芳一样呢 已经50加了 你可以选择挺力 50加 乐活 强力钙 吃了这么多年的挺力 它让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让我自己可以维持身心的最佳状态 你觉得你最喜欢什么样的阶段跟年龄 从65岁到现在我最喜欢今天的样子 现在的这一刻 这个moment 真的最珍贵 因为我很感谢我有我的家人啊 我的孩子 然后我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人生非常好的一个过程 那在最后的ending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拥有精彩的人生 你先讲 一定要过好身体 有个健康的身体才会有精彩的人生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每一刻的现在 我们挺力掏心话 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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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